四周起市區 現在先外出市區 反而不習慣 真的好吵 我來的村子在六十年代 有五、六千人 到今時今日 上駐人口都在五十人以下 沉叮 回到自己出生的地方 看到環境這麼好 當然不捨得離開 如果不爭取新寺物 來吉澳 這條圈真是會沒落 現在是8點3 我們要說唯一一班 在8點半由馬尿水開吉澳的船 特別要留意的是 船公司即是逢星日六日及公眾假期 才有馬尿水去吉澳的船 如果平時想去吉澳的話 就要拿禁區子由沙頭角去吉澳 或是你有錢就包船 好 我們走吧 不過我看到島上好像沒什麼人住 而且不會像長洲那些 一落到船就見到很多人 平時這些位置 碼頭和椅子 很多人坐在這裡 二星酒家 二星酒家 我想已經有一定的歷史 不過都已經荒廢了 我也不知道是否得罪監製 叫我來這麼荒謬的地方 聽過我說不像船 還要等整個星期救命 吉澳真是沒什麼人住 常住人口只有50人左右 但吉澳其實很大 以面積來說是跟長洲差不多 地理位置上是香港的新界東北 位於香港和深圳的邊界 遠望還看到深圳的鹽田貨櫃碼頭 至於為什麼會叫吉澳 是因為吉澳是一個很好的避風塘 每當打風的時候 在大龐灣的船都會停過來吉澳灣站備 所以村民就拿了吉祥的意思 叫這個地方吉澳 而今次我去吉澳 我就為自己定下以下這些行程 首先走上吉澳的高位高棚頂 欣賞一下澳貝堂和吉澳灣的風景 下午就會去益文茶樓 吃下這裏最出名的墨魚丸和客家菜 最後就會去吉澳的故事館 了解多點吉澳的歷史 現在我們要走上最高點 在這個高棚頂 你看看其實都真的有很多樓梯球 聽聞其實是有四百多級的 終於來到這個是最高點 是高棚頂 我們現在這個位置可以看看 那邊就是吉澳灣 這邊就是大龐灣 另外這邊就是澳貝堂 那其實全部都是山山水水 風景其實很美 想問吃飯了沒有? 你拍了很久 什麼啊? 可以的了 現在帶你去吃飯了 這裡只有兩間茶樓 我就預先幫你們預訂好了一間 跟我過來 趁街街告訴你們 這間酒樓是村長海的 我們一起進去吃東西 我是吉澳的原居民 都是這條村的村長 我叫劉子安 聽說這裡最有名的就是麥魚園 先找老闆娘教點證 這間酒樓是麥魚園 我已經教了沒有 你可以猜的了 行不行 初學系的了 很純熟 我真的以為很容易 但是真的很冷 而且不是真的容易 我們冷到有些好像在雪地 那些碰冰的感覺 沒有 這些很容易 很容易 他只是說很容易 附近的船家拿給我們那些麥魚 即是本土麥魚 真的很好吃 這隻手經常用力很辛苦 其實都很用力 用力和手臂很辛苦 對 晚上睡覺很痛 睡覺很痛 對 對 腫了上來 對 這裡大了 是因為經常勞損 勞損得很厲害 好 大家一起吃飯 好 嘗嘗我們這些客家燜豬肉 好 這就是我們店裡最有名的 麥魚園 這就是我們當地的土特產 那些是釣筒魚乾仔 你們嘗嘗吧 看我的味道 我今年都59歲了 我在這裡出生 在這裡成長 我在70年代的時候 我爸爸就從英國回來 他在這裡經營這間酒樓 我在市區讀書之後 就回來跟著爸爸在這裡做生意 我在79年已經回來這裡 到現在 最初年輕人 就不喜歡這麼悶的生活 初初有些反叛 後來結婚生仔 就在這裡定居了 不會再想那些事情 現在出去市區 我反而不習慣 真的很吵 這裡這裡 平時聽過一些狗屁聲 聽過一些浪聲之外 沒有其他雜聲 我想我跟村長相反 這裡什麼都沒有 交通又不方便 沒有人回來煮得很正常 什麼 有人特地回來煮 真的嗎 其中一個就是 從澳洲回來的 他的姓王 做了我們吉澳故事館的館長 這個故事館是去年才新開 在這裡才知道 原來很多吉澳人 賣豬就去到澳洲 英國 荷蘭等的國家 但他們到底去那裡 是做些什麼的呢 他這些過去初初就是做銅人味水 抓那些珍珠拿上來 然後 湯区裡面就沒有珍珠 我十六歲那一年 就跟了別人去澳洲 我在澳洲做了差不多四十年 都是餐館行業 就是做廚房 做事應 到再上了年紀 真的要想著 好像我們中國人一樣 尋根 回來自己出生的地方 見到環境這麼好 當然是不捨得走 我在2015年回流回來吉澳 我就自己一個人回來 我的兒女很少回來 吉澳最好回來 就是跟老友燒一下食 在那裡聊天 吹吹吹吹 我就最喜歡游泳 這麼大的游泳池 整個海這麼漂亮 空氣也好 一定在這裡 你在別的地方找不到 聽說每年的農曆12月18日 全村的村民都會回來這裡 但這個島上平日什麼人都沒有 我真的好奇 當天會有幾多人回來 讓我一約去看看 他們很多人在裡面 不知道在做什麼 我們走去看看 原來他們回來是為了還神 多謝天后娘娘過去一年的保佑 但可否開心這麼多人回來 開心 我家裡也有很多人回來 全部都回來 是的 你想不想多些人回來 想 當然想 多些人吃飯就好了 那你是什麼時候搬呢 八年來的 交通不方便 還有沒有東西賣 這裡 沒有樹架 什麼都沒有 現在的年輕人很少回來 小時候都是在吉奧大 然後因為可能要讀書 或者做事要出去 為什麼不在吉奧駐 不方便 我可能說這裡有一個搭船出去 然後再搭其他交通工具出去 所以很不方便 大家雖然都是原居民 但是他們就像過客一樣在吉奧 一些痕跡都沒有留下 住在這裡的人 當然不想他們只是過時過節 大家才回來 所以我們就要全力爭取禁區開放 就是這個原因 如果禁區開放了 起碼有新市民衝擊一下這個村 將來發展好還是不好 我們都不知道 但是起碼有一個新市民 即30個 如果取消禁區 我估計吉奧 又是第二個南亞島長洲 因為很旺的 如果本土經濟賴旺 就會吸引多些村民回來 在這裡生活 在這裡安居樂園 如果照舊下去 這群人在這裡出生的群人 始終會走一天 如果不爭取新市民 來吉奧 那這條村真的會沒下去 我希望不要變廢村 一直延續下去